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个现在是巴塞罗那的时间 晚上22点55分啊 外边下雨了啊 有点冷 但是隔着大西洋的美国首都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 却很热啊 热火朝天 热血沸腾 令人激动啊 也令我们羡慕和向往 让我们觉得一个热血男儿啊 为了捍卫价值 为了捍卫公平 为了捍卫程序正义 所做的像个爷们啊 非常的牛 让我非常的感动 钦佩啊 这个 彭斯的背叛 其实彭斯不是背叛 当然有人说他是背叛 我刚才听到了 呃 彭斯的那个在国会的讲话 他不叫背叛 彭斯也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了啊 点燃了 点燃了示威人群的怒火 他们正往国会山里边冲呢 警察只是拉人墙在阻挡 还没动武 议员们从秘密通道 一个安全通道正在撤离 川普在白宫 他企图让民众冷静 没人听他的话 其实他心里每次都是在说实话 他希望民众们为他讨回公道 为他撑腰 因为川普也是为了美国民众在打拼 现在是美国民众捍卫他们的领袖啊 捍卫实干家 捍卫真正为美国人打拼努力的总统的时候了 是吧 人心都是肉掌的 一报还一报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这个美国的总统川普和美国的民众 也是互相依存 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的 这么一种血辱交融的 按中国话哈 人民子弟兵啊 这个 鱼帮水水帮鱼 是吧 鱼水情深 这是中国话 对吧 我用在川普身上 我觉得基本上也贴切 也靠谱 有人发推说 让川普待在白宫 别出来 他别掺和 别掺和这事 外面的事不用他管 有我们负责 现在啊 有日文的 日文的媒体也在报道 示威者在冲入国会山 国会大厦 很好 美国人不怂 美国人不是奴才 奴隶 美国人的血液里边的奴性 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血性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我不是 我不是 你不认为 你和美国人 我都是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认为 我看你 你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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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了 跳跳跳跳跳 跳跳跳跳跳跳ыл 这个不像是警察 那黑衣人 像是黑命贵 BLM 这个川普这边的应该叫骄傲男孩 是一个右派主要的准军事组织 民兵组织 现在左右开始武斗了 开始有泄斗了 下一步可能会有死伤 右派太温和了 太守规矩了 太绅士了 太gentleman了 是吧 左派你看那个黑命贵 从这弗洛伊德这个死亡事件之后 这些人借机撒泼打滚 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发泄对川普的不满 发泄对这些老实巴交的中产阶级的 过日子的啊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的不满 你看这个右派 看这左派这些人 黑命贵 安提法 这叫一个得瑟 是吧 这个抢商店 砸商店 纵火 打人 真的很过分 这个右派太隐忍了 真的太隐忍了 进入国会大厦了 跟这个国会警察 跟国会警察发生了一些冲突 这好像是一个德语的频道 你看这个画面 还是黑命贵 先拿那个类似于警棍的东西 先动手的 我们已经占领了国会 占领国会 但是没有看到参与人 终于要在哪里 with the people great with the people with the people great the people 我们是人民 我们是伟大的人民 是怎么翻译吧 也有华人参与 很好 给我们做了表率 人民 才应该是主宰历史进程的 主导性力量 很好很好 再听听华人的声音 好 我们已经占领了国会 占领国会 但是没有看到 参与人 对于要在哪里 with the people great with the people great with the people 牛逼 牛逼 我们是一个比赛的 我把我们快乐 所有的业务都可以 这么厉害 你这么厉害 我把我们都给我们 你这么厉害 我可以 你这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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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你真的很厉害 我先不过 Trump is my president 川普是我们的总统 他们还戴着这个帽子挺好玩的 这美国人抗争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拼命的时候都不忘了幽默 他们在爬这个墙 爬这个国会大厦的这个围墙 还不错 还体力都挺好的 都爬上去了 真棒 川普支持者冲破四层安保防线 试图冲进国会大厦 应该是彭斯的那个声明 让大家愤怒了 彭斯就把这个球 又踢到了国会的两院 参议院和众议院 他说我个人没法推翻这个决定 或者说我做出一个个人专断的一个决定 但是他也提到了选举有舞弊 有大量的不可接受的争议 他提到了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副总统 如果他说这次大选是非法的 或者是合法的 那他就成独裁者了 对吧 他已经把争议都点出来了 而且把这个责任确实应该是国会两院 或者最高法院来决定 他个人决定不了 我觉得他的态度没问题 不要骂他 有的人在骂这个彭斯 我认为目前看来 目前看没毛病 这上面说川普 这个彭斯的反水让美国人愤怒了 他只是因为这个挺川派这些川粉 也愤怒了两个多月了 实在是压抑不住了 今天也是一个总爆发 我觉得也到时候了 也一直做绅士 一直在克制 一直在礼让 一直在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 或者说温和理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现在看来 必须有这一招了 他们又说彭斯怂了 我不认为彭斯说的基本上也都在情在理 入情入理 合情合理 这是彭斯的讲话 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啊 看看后续的事态发展 这个反正华盛顿的市长是个黑人女性吧 应该是民主党的偏左派的 他好像之前调了350个国民警卫队啊 进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对比前一段黑命贵打砸抢烧杀 那些民主党的州长市长 可是拒绝调动国民警卫队啊 拒绝让军警来介入 导致大量的房屋被烧毁 商店被打砸抢 被抢劫啊 我觉得真的让我很失望 反正在我心目中 川普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统 应该让他再干四年 这个这个这个拜登啊 拜登真的从个人的人品 他们家族的丑闻 是吧 这种丑闻不仅仅是男女两性关系的 包括经济上 他们有很多的脏钱 Dirty money 跟外国有很多说不清的 非常暧昧的 是吧 非常龌龊的 阿扎龌龊的 肮脏的交易 绝对不应该让拜登来掌舵 他何德何能啊 真的 川普没有从这里边 他不捞钱 他不缺钱 对吧 他已经是富翁了 多少亿美金的资产 对吧 川普大厦 川普俱乐部 川普的饭店 他不缺钱 对吧 他已经过的是 纸醉金迷的人上人的生活了 他是有责任感 他认为美国需要他 他认为美国走的路是错的 或者说美国一直在失血 美国一直在衰弱当中 他有这种责任感 他想轻使流明 不是捞那么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 他不在乎那个 是吧 他是真正有信仰的人 他是觉得 这个地球上上帝最钟爱的国家 就是美国 确实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 也对美国寄予了希望 因为有很多国家 实在是太 太让民众失望 甚至直接就伤害民众的利益 所以很多其他国家的人 也都是川粉 前两天台湾和日本 还有好多国家都爆发了 支持川普的游行 非常令人感动 你看这位信尼健也发言了 信尼健啊 信尼健原来还是我的 我们有联系方式啊 他也是我比较敬佩的人啊 信尼健呀 薛满子啊 是吧 还有一个吉林的哥们叫王什么 我现在忘他名字了 那天我要说的不是杨家 是胡家啊 胡家那小区我去过 信尼健说了 说昨天拜登也为乔治亚 就是佐治亚州啊 民主党徒 民主党徒 纳粹党徒啊 民主党徒啊 助选 现场情况依然是工作人员 多余支持者 这还选什么呀 你这稍微要点脸 你就不能再选下去了 是吧 川普的这个竞选集会 造势晚会 这种竞选这种集会场合 动辄几千几万人 您这边十个八个人 你有什么脸呀 稍微要点脸 就真的就扎毛坑里 就死了算了 真懂 我觉得这不要脸 政客很多真的 不要脸 后黑学 说即使是网络视频 在线观看人数 仅仅两千四百人 而川普除了现场观众 整齐划一的欢声雷动啊 这个叫Flight for Trump 应该叫这个Forget 叫为川普而战斗啊 更有44.7万人 在线观看 是多少倍啊 是4乘以44倍 176倍 将近180倍 观看者超过拜登的 这拜登 还有什么贺锦丽 现在他的名字 我都快忘掉了 是吧 哎呦那扭捏作态啊 简直就是一个 哎呦就没法形容 就像一个风尘女子 还是那句话啊 相信拜登 有八千一百万张选票的人 不是吃错药了 就是没吃药 或者就是该吃药了 要不然就是精神病 要不然就是从精神病医院跑出来的 哈哈 哎呀 我们祝福川普啊 给川普 给川大爷加油 打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